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置身事外 看见了吧 他就是票了 天龙寨的十二太保 旁边那个肥得流油的家伙 就是他的根屁虫 十三太保 张岳明 哥 你说你咋的 真是你有那么远的啊 不懂了吧 这就是步枪跟手枪的区别 老十三 以后这片壶咱们俩包了啊 负责灌满 好 那些 以后死了我也回来把它灌满 是 土匪头子 雷震天 因奸淫裸掠 讨奸人命 绑架了火 先 杀武士 封队的武令 听准死枪 杀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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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砍下的这颗人头 是雷震天的 身为九山十八寨总嫖把子的他 威名传遍了定州城内外 就是这颗死不明目的人头 掀起了九山十八寨 乃至整个定州城的一番血与腥风 老大 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看得真真的 那人就是雷大爷 大哥 我们来晚了 他说了什么 徐小双 杨玉梅 杀武士 再说一遍 徐小双 杨玉梅 杀武士 徐小双 杨玉梅 杀武士 对 徐小双 杨玉梅 杀武士 徐小双 杨玉梅 杀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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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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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快躺下 救命 救命 先放松放松 人一放松了呢 脑子就活分了 脑子一活分 才好抓叛徒 对吧 好好好 走 进去 爷 雷震天已经被证保 看我们张雨云去了剧院 早餐 是 两位爷 万福了 万福 我说竟然是哪阵相风 把我们票爷给吹来了呢 你这儿有没有硬一点 硬一点 你说我们哪个姑娘不够硬 哪位姑娘不够硬啊 没看出来 你白白胖胖那个爷 还喜欢重口味的呢 那我只好使出我们的杀手锏了 焦焦 上 你看这个怎么样啊 好好好 好好好 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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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火 这个火 把小桃红给我叫来 哎呀 姑娘们 快 把两位爷的伺候好啊 来了 爷 爷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等会儿啊等会儿 等会儿啊等会儿 哎呀 哎呀 谢谢漂亮 我就要小桃红 哎呦 那可真是不巧 他今儿真来不了 来不了 你今天不把他叫来老子 把你这窑子给砸了你心 砸了 砸了 砸了好啊 砸了我们姐妹们 都上您那一起过去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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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爷 您息怒吗 有话好好说 现在小桃红和以往不同 他现在是马司令的人了 好 老师子 走 到别处乐呵乐呵去 爷 爷 爷 别走啊 爷 别走啊 谢谢漂亮爷您 干嘛儿会儿呗 爷 漂亮 张绿明出了妓院 现在郑罗马和盛子司宅去呢 艾探 是 是谁 片儿 天龙炸得身上太保 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你说呢 人家可是司令的女人 你也敢要 没有什么票不敢的 死相 你赶快下来啊 不然我就要叫人了 你不叫出声来 都别想下床 把她咽下去 咽下去 你咽下去了 是凤鸣寨的独门毒药 凤鸣五更断肠残 药性十天后发作 除了老亏星的解药 任何人救不了你 说吧 阿焕胜 把杨玉玫和喜小商 到哪儿去了 玉玫 又莫当她些事了 我倒是想做个美貌 你后悔吗 玉玫 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 你就是让我再选一万次 我也希望你怎么干 不是 可是 我坏了规矩 是我们坏了规矩 爽哥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认识你嫁给你 这一辈子 够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咱们帮助马森铲除了那帮人 咱们就远走浩飞 到一个谁也找不到咱们的地方去 爽哥 爽哥 爺的那些事虽然是逼不得已 可是 可是山上的那些人 毕竟是我们的兄弟啊 我知道 可是你想过没有 咱们放过他们 那他们能放过咱们吗 能放过咱们的孩子吗 能放过咱们的孩子吗 好 九山十八寨的迪士徒 我不会依次给他 他要交非 非得保住咱们不可 他 能保得住 保得住 就算是八寨 还没那好英雄呢 爷也不行 还有天龙山的十三太保 幸亏爷和十三太保不合 要不然 就是十个马换圣爷 来 来 记着 别跟马换圣奖 我知道 我知道 天儿 我小偷狗给你弄完 哥 你把那小偷狗给搬了啊 搬了 啥感觉啊 舒服 舒服是啥感觉啊 特舒服 你告诉告诉我呗 大了你就知道了 那哥长大以后我就要刚才那个 还有比他漂亮的 那我不管我就要他 为啥 因为他说他喜欢我 婊子的话你也是 真是不才 走吧 干啥去啊 杀叛徒 爷 票出城了 咱叔呢 去天龙山啊 我们也去 去哪儿 天龙寨 跟那些饭桶玩什么 那去哪儿 雷震天死后第二日 天龙寨大当家的张才明 被推举为了主侍者 二十六位大当家的齐聚天龙寨 准备就雷震天的身后事 以及总嫖霸子的人选 进行商议 张才明 肖长红 朱大旺 赵震江 九山十八寨的四大天王 斗了半辈子 也没分出个胜负来 如今 这总嫖霸子雷震天一死 又有一场兵不血刃的暗战 即将上瘾 你们想都不用想 明天到的最凶的 一定是肖长红 张大当家的 您不会做事不管 任由他肖长红胡来吧 这事一下规矩吧 谁能守人叛徒 谁就是总嫖霸子 可是我觉得眼下咱们这九山十八寨 除了张大当家的您 没有人能做得了这总嫖霸子之位 我说哈霸子 昨天你还说 肖长红身的头号大敌 张大当家的身的二号大敌 今天你怎么反倒知悉二号当家的了 此一时彼一时也 我说哈霸子 赵大当家的 非常时期 咱们就得团结二号敌人 共同对付头号大敌 我说得对吧 张大当家的 按规矩办 我说 我说这总嫖霸子的事 大家伙要是想清楚了 那赶紧表个态吧 我提个人选 竹大当家 竹大当家 不敢当 不敢当 好 来 冷吗 不冷 怎么凉还说不冷 那儿你还病着呢 不 我真没事 来 这几天 把他们都给累坏了 放心吧 咱们的苦日子 不会太久了 这三把子 就是要把咱们 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谁也找不到咱们 其实 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 平平安安的 我就知足了 还有谁提啊 你 当什么他妈总的啊 当来是被人血掉脑袋 那 依照他当家的意思 该咋办呢 我看哪 咱们还是下山 绑了那个奸展官 和筷子手 正好也过一过 我绑条的尹哪 好 张大大娘的 在这里 从里赐的你最老 你说两句话吧 这事还得按规矩吧 想当总嫖把子位置 有三种办法 第一 前任总嫖把子临死指认 第二 前任总嫖把子横死 杀其仇家者 自然成为新的总嫖把子 第三 前任总嫖把子 违反十大山规 彻底查清者 首任其人者 新任总嫖把子 对对对 礼儿是这么个礼儿 各个山寨 也都派人出去找了 可是要是找不到 杀不了这两个叛徒 这总嫖把子之位 也不好 就这么玄平着吧 是啊 群龙无首 恐怕有变呀 对吧 对吧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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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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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走 我干了 哥 是 是他俩 是我 是我出卖了雷烟 你找什么废话 和他们没关系 是 彪爷 彪爷 你认识我 能找到我们的 除了我们家爷 恐怕只有您了 规矩是你们坏的 即使我不杀你们 别人也会要了你们的命 我明白 我明白 彪爷 十二爷 彪爷 十二爷 彪爷 彪爷 规矩是我一个人坏的 和原本孩子没关系 您带我一个人走 要杀要罢罪您 彪爷 十二爷 我求您了 杀不杀你们我收了不算 规矩收了算 快 十二爷 在 彪爷 彪爷 我们没有 并没有坏了规矩 坏了规矩的是 是雷 是雷震天 丁飞 是雷震天 是雷震天 雷震天 我扔天 是雷震天 你不怕死 这俩人是不是使诈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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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事情是这样的 让雷爷倾倾 你 放开 别过来啊 别过来 别假正经了 你也不是没和爷在 别说了 你滚 你滚出去 好 我走 小花这姑娘 也不小了吧 现在长得越来越像你了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妈 我要干什么 你不清楚我 你不能这样做 你不能这样做呀 你不能上来讲话 你胡说 十三爷 我们夫妻落到你们手里 反正难逃一死 我们只求你们知道事出有因 放过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啊 为什么不向执法藏申诉 兄弟妻不可言是谁都不能违背的 你能够用 执法藏 执法藏全是雷爷的亲信 他告诉我 只要我跟别人多说一个字 他就会灭我全家 只留下小坏 待 代替我服侍他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事到如今 我们认命了 续杀生花 你给局通话话吧 承哥 孩子呀 孩子呀 承哥 忙啊 孩子 活着还有什么用啊 你还想着实际上做你和曲小壮 杨玉梅吧 你说呀 啊 命啊 命 命 这都是命 走走走走走走 有什么事我回来了 慢点 放开我 让他 还有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吗 什么 雷爷侮辱你这件事 还有别人知道吗 票爷 你们出卖兄弟南逃大刑 如果有人能证明 雷爷是违反山规在前 说不定 说不定可以灭了你们的死罪 哥 咱们不能罢他们 咱爹要当总嫖霸子 不全靠他俩 爹要当总嫖霸子 就可以滥杀无辜颠倒黑白啊 毕杀令都出了 咱不杀他们 他们不也来死别人手里啊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有 谁 雷大栓 他不死了吗 把女子都吃不了 我 你把女子吃完了 你自己吃了 我换了 没有 哎呀 告诉你 她 就把她取得了 我这儿 是 是 什么 你 我 穿着 我 然后 我 梦 带我们 找你 我 就 我 那 天在上 后吐在下 雷爷面前 我 凤鸣山凤鸣寨寨主 萧长虹起志 如果雷爷之死 跟我萧长虹有半点干气 我甘受天打武力虹 我愿我受的罪 甚于雷爷十倍 百倍 千倍 张大当家的 我凤鸣寨出了 徐小双 杨玉梅这对叛徒 那是凤鸣寨的家门不屑 清理门户的事 自然是我萧某人的私事 请张大当家的 和各位当家的高抬贵手 给我萧某人一个告慰雷爷的机会 诸位 告辞了 萧大当家的如意算法 打得真是太精了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先借口叛徒出在你凤鸣寨 让众当家的 把替雷爷报仇的机会让给你 等你凤鸣寨守任了雷爷仇人 你再举出九山十八寨的规矩 到那个时候 你萧大当家的 想当总嫖霸子 谁能说个不字 张才明 你少在那儿穴口喷人 我说两句啊 我说两句 张大当家的刚才所说 也不是没有可能 萧大当家的 我看这样吧 为了免去无端的猜忌 您呢 就当着大伙 当着雷爷 再发个誓 您这个誓一发完 雷爷的仇 我们大伙就让给你来报 怎么样 你说 什么事 无论你能否杀得了 徐小双 杨玉梅 这两个叛徒 这九山十八寨 总嫖霸子之位 都和你 和你奉鸣寨的人 毫无关系 你说什么 你他妈聋啊 他还如不说了吗 谁要是能铲除 这两个叛徒 大当家的这个位置 与你萧长虎无关 你们三个真是欺人抬身 小大当家的 我只是说了句公道话 总嫖霸子位置谁坐 还得按规矩来 小大当家的 你不走了 走 雷寨主仇未报 我往哪儿走 我就坐在这儿等着 我看看 谁先把叛徒的脑袋递来 爷 要不然咱们降派点儿人手 还是等片儿消息吧 他不会让我失望了 我看着 你不怕的 我看着 谁都算 谁 谁 谁喊喊我老子 谁 谁呀 谁呀 飘儿 谁 谁 飘儿啊 给你们找个安全地方躲一躲 我们有安全的地方 如果那个地方不安全 我相信没有其他地方更安全了 好 好 把孩子安顿好之后 三天之内到天龙寨来找我 我要你们当着当家的面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飘儿 是 双哥 飘儿能够放过孩子 已经是大恩德了 飘儿 只要你能放过孩子 我们夫妻俩 就算是碎尸万段也心甘情愿 三天 三天我们一定到天龙寨去找你 碎尸万段 没那么严重 孩子不能没有爹和妈呀 上忙 回家 回家 快快走 爹 太久了 娘 咱 尚哥 你说三舅奶奶那儿会安全吗 放心吧 玉妹 没有比大国庄更安全的地方 走 爷 你来击击我这个爷 你来击击 平儿 玉妹 找到了吧 找到了 我十二哥 什么时候失手过啊 那人呢 他们三天之后到天上寨来 平儿 你把人给放了 私放帕奴那是重罪啊 大哥 这事儿太复杂了 里面还有那个雷大爷是 我跟你说他 等见了爹之后再说吧 这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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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让我知道 这事儿关系到 咱们九山十八寨的名上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知道的人越少也好 这鸣啊 够不够 不够把票那碗也给吃了 饱了 你说这个票 跟这事儿不够 跟爹怎么有这么多的话要说呀 面都凉嘛 大哥 这次事儿没那么简单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有这么复杂吗 不就两个叛徒吗 能跑哪儿去 这里面关键还有那个雷大爷的事儿 你不知道 是那个雷大爷 他先犯了那个山规 逼着人俩 突然马换声儿呢 雷大爷 不可能吧 九山十八寨的山规多半是他定的呀 我跟你了 约是他定 这里面事儿我跟你 你 我十二哥告诉我 这事儿不能跟外人说 我是外人 玉玉 你心里压根就没我这个大哥 大哥 大哥 坐坐坐 行 我说 票私放许小双夫妇之举 令张才鸣失去了往日的冷静 这不仅违背了九山十八寨的邦规 若被其他当家的知道 不仅票会落人口实 连张才鸣也将彻底失去 竞争总嫖霸子的资格 别跟我说 你信他们是无辜的 仅凭这一点 你肯定会把他们带回来 让九山十八寨 所有当家的一起定夺 说吧 到底为什么放人 他们 他们有一双儿女 又在不该心软的时候心软了 他们答应我了 一旦安顿好了孩子 就当面来向您 和众伟当家的请罪 三年后他们要是不来呢 你怎么向各大当家的解释 我就是追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把他们给带回来 咱九山十八阵 有金千号土匪 你就敢保证 你会先兄弟们一步找到他们 就算你先一步 找到许小双杨一眉 马桓胜的队伍呢 那些王莫高子也不是吃素的 你爹现在暂时代理九山十八寨的事物 你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爹 盯着咱们九山十八寨 你倒好 天在这个时候捅出这么大个娄子 爹 帮走他们之前 我就做好了接受山规处罚的准备 我不会连累天荣寨 要是你爹真不是个担待的人 敢接替大当家的位置吗 真不该把你留在天龙寨 就该让你在你亲爹身旁 你现在没准过着吃穿不愁的日子 好 来 后报车 您慢点 问老爷子好 您 二水兄弟 谢谢光连 需要什么招呼一声 等土匪真是难为你了 爹 快救我爹在哪儿 我先回家爹 爹 我虽然不是您亲生的 但是您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教会了我情义二字怎么写 天龙寨是我家 这辈子 这辈子我只认您 我不会认那个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会赎回去的人 保护他 生日子都没有了 一定是人家乞 我想不去哪儿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